香港今天好冷啊 早上起来才13-14度 是吗? 这是什么吧? 要不要买它吗? 那我们买它吧 有咖啡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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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周要去台湾 冬至就不在香港了 所以明天我们要提前做冬 跟中秋节一样 会有一批亲戚来我家吃饭 所以一大早我们就在商量菜谱 这次有几个家人会带一些菜过来 我们再准备一些就可以了 我老公一大早就办完事回来了 他看不惯沙发这样摆 准备把沙发再重新摆一下 这个冰箱坏坏了 跟业主说了可以丢掉 要拉去楼下的垃圾站 我老公要把沙发放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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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过来 婆婆和老公又产生分歧了 你这样啊 长面一度陷入僵硬 我老公还是想 先按照自己的意思摆一下 摆完还是觉得太长了 不知死活的梁小智 完全感觉不到氛围的变化 我不提任何建议 此时无声胜有声 最后还是按婆婆的方案白了 再把餐桌搬过来 小桌子放这里 现在整个餐厅就是这样的格局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我老公又开始弄书房了 婆婆再三叮嘱 一定要将她心爱的按摩床安排得妥妥的 弄完之后是这样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哈哈哈 那么多识 准备一边 你们觉得…… 感谢观看